美國推動了這個國會 史上規模最大抗中法案的同時 拜登現在這個媒體追蹤 有新一輪的刺激方案 那這裡頭是美國家庭計畫的 這一個相關的補貼跟刺激 另外一個氣候變遷的核心角度 是放在排碳減半 那目標是20230 那這背後當然有新能源的戰爭 可是在美國國會內部 反中強硬派要求封殺新疆的多精細 跟太陽能 那老王事實上 全球的太陽能產業當中 以多精細為例 那新疆的市場佔有率是數一數二大 對 所以我們說這個環球時報 馬上就寫 說這是對於產業的滅絕 那事實上這個 如果要讓新疆這產業上滅絕的話 下一個搞不好是番茄 因為我們知道棉花多精細 大概就是番茄 這三大產業 那主要當然是天然環境因素 還有多精細這個產業在發展 需要很大量的電力 還有很多的污染的情況 那新疆當然過去就長期還發展這個 那我們看到彭博社跟世界日報 都有指出 其實在新疆在做多精細 他們有發現有一些工廠的工人 就維吾爾族 然後就穿著統一的制服 看起來就不像在工作 看起來是被強迫勞動 這也是這一次 為什麼歐美大廠 開始說出來要制裁 這個所謂的新疆的多精細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 其實多精細 過去的 我們知道太陽能 太陽能電池上有大概就多精細單精細 還有一個非精細這三種 那你可以看上面 過去多精細是產量是最大的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便宜 那其實如果你說這個傳導 這個轉換這個動能的話 其實是單精細比較好 可是因為多精細比較便宜 所以你看到占比過去是很多 可是最近這幾年來 多精細的占比就越越少了 其實單精細的占比 慢慢在擴大當中 所以如果你要去進這個多精細的話 其實還有單精細可以用 那這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中國的這個多精細的產量以及出口 你看到它產量過去是一路的攀升 我剛才講了 因為它便宜 比單精細來的便宜 所以它產量就越來越大 然後供給下游的這個太陽能產業 所以為什麼太陽能下游 下游這個電池產業過去可以蓬勃發展 主要就是因為上游的這個電池的這個材料 越來成本越來越低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 下面這個就是所謂 那個如果是中國的這個多精細的產量 佔了全球產量到底多少呢 我們有這張來看橘色的部分就是中國出產的這個多精細 那藍色的是整體全球的 其實直接看佔比大概都在八成左右 也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進了這個中國多精細這個產業 那大概你要找到替代品很難 你不像番茄啦 棉花比較好找替代品 所以人家才說 美國出這一招 可能還會打到自己的腳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 下面的話 這個叫做電池 電池片 電池 我們主要 因為做電池 你看這幾年太陽能蓬勃發展 包括拜登也要推行這所謂綠能政策 所以太陽能產業在這幾年的太陽能的電池出貨 是持續在上升的 那這當然也是在回到我剛才講 多精細的價格持續下修 那如果開始要制裁這個所謂的多精細 那你可想而知 很多地方不用新疆的多精細 那太陽能電池廠經營就比較困難 因為多精細會漲價 拿不到多精細 所以這個電池產業一定也會受到影響 在下面這一整排 就是相關的太陽能產業 在過去幾個大廠 你可以發現上面的 除了中國之外 另外一個排上名的就是美國 還有德國跟日本 所以美國出這一招 其實對中國一定會有傷害 但是對自己也會傷害蠻大 包括對全球的太陽能產業 那我們仔細看下去 這個部分就是全球的這個在太陽能 到2019年的裝機 裝機的部分 就是說裝備太陽能板的布置上面 第一名當然是中國 可是各位看到第二名 持有佔比的話 就是美國了 其他就包括日本跟德國 所以這個中國才會 就會說如果你敢制裁我 那其實這不好 因為我們要互相互相的交流 那我們往下看一些 但是美國要打什麼呢 你仔細看一下 中國其實也會受傷 因為中國大陸在太陽能產業的零組件的部分 占比是非常大 占比是將近三分之二 也就是說 當你進了這個新疆的太陽多金系之後 那我相關的太陽能產業 我能不能出口到其他國家 如果你的上游又是用這個新疆的多金系 那你是沒辦法出口的 所以相關的太陽能零組件 你是會受到傷害的 就不是那麼簡單說 中國的廠商我就可以用太陽能多金系 但是問題是你出口不了 這也是造成傷害 那另外看一下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所謂太陽能光輔 太陽能電池的成長率 也是持續在飆升的 持續在上升的過程 所以我們說 其實在台灣中南部 很多人在種太陽能板 就是我們很多的企業 也是買這個太陽能 然後再給投資人投資 然後也有一些人是回售給台電 就是去算他固定的報酬率 那一般的固定報酬率 很多人是高達5%左右 那銀行現在借錢利息可能1%1%多 所以有一些人是這樣子套利 就錢從銀行借出來 然後蓋那個太陽能的這個屋頂啊 然後這個轉換出來的能源 再賣給台電 對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未來這個店一定有人要買 因為很多大企業包括國外 包括我們國內的最大龍頭 這個台積電 未來也要採用綠人嘛 所以這個店種的越多 產生有人會收嘛 那另外看一下我們來主要看一下這個多晶系被制裁之後 相關在中國 在心臟這個地方主要是大全新人員 還有這個新特人員 這兩家矽晶圓電子廠 你可以發現矽晶圓的上游廠 你可以發現 其實他們股價 因為這拉比較長 但是從事件爆發大概4月上旬 股價是打底的 甚至新特人員是慢慢往上 主要反映的就是如果真的制裁 我的多晶系一定是漲價 他主要漲價這個題 反而你沒有打到他的股價了 因為我一定是漲價的 那如果是中國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這個多晶系的這個龍頭 就是龍基股份 因為前兩家是屬於新疆地區 那這一家龍基股份是全球 也是中國廠商 他有短暫的回跌 但是最近又漲了上來 其實都反映在這個市場上 所以我認為多晶系的產業 的確是會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看下游的太陽能電池 第一太陽能 還有台灣的這個茂碟電池 其實短線也都是比較走跌的 因為很簡單 你上游漲價之後 你下游電池 第一個你要去找上游替代人員 如果你找不到 那你背貨要用的話成本也會增加 所以這主要整個太陽的產業 這一招的話 大概是中國跟美國或其他全球廠商 都有受到什麼不的傷害